2018年年初挖的一颗下山庄黄金 养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 今天给它摘业打理一下 摘业的目的不但为了观赏寒枝 还有利于接下来打药,杀虫灭菌 黄金应该是一种严重被低估的盘景树种 它的干身仓骨奇特,只爪囚禁曲折 其谋发力强,耐修炼,病虫害少,还阴阳菌 是新手朋友的无二选择 黄金的造型主要以修剪为主 通过修剪塑造出线条的变化和细米的枝爪 比如这段顶枝可能只有5公分长 却是剪了10多刀才形成了这样的变化 这颗小黄金也一样 主干上肉眼可见的刀口就有12个 也就是续剪了至少12次才形成了主干的变化 每一条侧枝也都是通过多次修剪才形成的 黄金有一个缺点是枝节长 通过修剪可以减去过长枝节留下较短枝节 通过小盆控养以及修剪控制其长势 可以使黄金的枝节更短更腻 以上这些是我养黄金几年来的浅薄见解 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用 最后用几张图片概括一下这颗黄金的成长历程 好了我是朱古丽,喜欢我的作品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